高铁一日生活圈不稀奇也过时了 因为交通部长王国才说 高铁环岛一个小时不是梦 高铁环岛只需要一个小时 王国才前一天在交通科技产业汇报上面提出 说是美国Hyperloop给他的灵感 但隔一天说法却很保守 是不想被说交通部长在做梦吗 但其实被说想法不实际的还有这个 王国才规划推出高铁宜兰端第五折中案 对于折中案是比较有共识 但是我们还需要再跟地方 其他还会少不有意见的 乡镇做一些沟通 宜兰高铁要设在哪边引发争议 第五案是位在宪政中心南侧 大约350公尺的地方 王国才说地方比较有共识 不管是高铁环岛还是宜兰高铁第五案 立委都笑说王国才很勇于想象 TVB的新闻无愿意采为台北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